夫妻之间这个合 什么叫因和生啊 你的爱人回来说 前天我看你有个女同事 他要说的不是女同事 他有因的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要生和因合起来 听什么 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合 我一听他这是吃醋了 这时候我要做什么 那个同事啊 我们就见了一面 刚来的 没关系 如果你要觉得 这个女同事不好呢 下次我尽量不跟他接触 是不是合了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听不出来 第一个选择不讲话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你事怎么那么多呀 你同事怎么了 他就一听 他好像明白点什么 所以你看是不是生和因 我们要综合起来啊 你管听生不行的 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 说话只说一半 那一半得靠猜 尤其是你孩子 他不会讲全的 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后面的东西 他只知道前面的 是他的一个自然反应 后面的东西呢 不知道 所以你看老子讲的庙啊 音声之相和也 我们不能只听声 我们要把声和音放在一起 听那个和 我们接下来说产生的行为 是达到那个和 这是不是那个玄之右玄 中庙之门呢 如果这个门 你没有掌握好 从无有可能变成 有 从有也可能变成 我